OK,好,那刚刚赵新老师有举手,是吗? 对,不好意思,我想请问一下那一天大概会是几点开始到结束 因为我刚好前一天,就是礼拜三跟礼拜五 我刚好有采购法的上课,我可能去结束完 我要马上赶回高雄上课 前一天我可能会比较晚到,这样子 所以我想确认一下时间 那一天我是可以 好,所以就是目前提问的部分就是 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 那葵安老师您这边的规划大约是 目前安排就是我们共备伙伴分享是只有早上而已 然后下午训练主席说他会在安排场的一期 所以我们分享部分是只有当天早上 OK,好的 那赵新老师就11号早上 那您可能可以在中午结束之后就赶快先回高雄 对,有可能动向结束就回高雄,谢谢 OK,好,谢谢 好,那 志庭老师在刚刚您上洗手间的过程中 我们已经决定就从您前开始 那麻烦您就分享画面 好,这样子应该有听到我的声音吧 有,谢谢 好,那我就直接分享 那下一组伙伴是洪燕老师 就麻烦请准备 好,那 教授各位老师大家好 那我今天要分享的这个主题叫做展现自我闪亮灯台 那这个照案其实我才刚执行完而已 那有卡到疫情期间的那个线上停课不停学的部分 那我设计这个教案,我的设计理念是 就是我希望说 好,能够做一个跨领域的一个统整学习 因为我觉得资讯如果缺乏了一些人文或者是其他领域的一个结合 感觉会比较生硬 然后而且好像跟生活也脱节 那会比较枯燥乏味 感觉就是一个纪念的训练 那学生其实他也不知道他学这些东西要做什么 也没办法产生学习迁移 所以我在上资讯课的时候 我通常都会跟其他领域的老师做一个结合 那在课程设计上的话 也是希望能够贴近学生的一个生活情境 那因为其实资讯 它其实是议题 那之后12年国教可能也不见得会排进去 所以我希望就是能够在现行领域的课程去做延伸 而不是再去外加一个课程 然后那采用的一个教学方式 就是结合现在比较夯的自主学习 突然没有声音 自听老师声音消失了 换页之后就没有声音 自听老师 麦克风没有声音 他麦克风没有开 对 自听老师 但是他持续在报告中 好妙哦 我来打电话给他 那他为什么听不到我们的声音 对啊 我刚才联络他 我刚才讲 好好好 自听老师 这样子听得到吗 抱歉 现在OK了 对不起 我刚刚画面跳 又跳掉了 又跳掉了吗 对 对 又跳掉了 我不要带耳麦好 我这个耳麦怪怪的 好 我就是用笔电收银 这样很清楚 谢谢 好那我不用耳麦不好意思 好那我是不是得重头啊 好尴尬 差不多50张之前吧 差不多 好那没关系 那我现在我还是 那等一下哦 不好意思我切一下画面 好 好这样子可以听得到我声音 也看得到我的画面 对不对 OK 好那我很快的把前面 简单带过好了 反正我的设计理念呢 就是我希望就是可以做一个跨域的整合 不要只有单纯的一个资讯科技的一个课程 因为这样子的话可能会比较枯燥乏味 然后学生也没有办法跟其他领域做结合 他也不知道他学这些东西要做什么 所以我在课程的设计上是希望可以跨域之外 也可以贴近学生的生活情境 然后不要做一个太多的外加课程 这样子可能老师也会觉得负担很重 所以是希望能够跟现行其他领域课程 去做一个结合跟延伸 那在教学方面的话 就是希望他能够 希望可以少教多学 然后用自主学学的方式来进行 然后从做中学学中做 那我的课程的部分的话 总共分成三个单元 不一般开箱我的代表制跟自信展风化 那每一个单元都会有两个小活动 然后都会有成品的一个产出 总共七节课 那希望培养核心 希望就是A1跟A2的部分 那议题实质内涵的部分 我就针对资讯跟科技的部分 分别就是希望让学生 可以利用资讯科技 去表达他自己的一个想法 然后可以去实际动手做 然后体会实作的一个乐趣 那在学习表现上面的话 那因为是跨域的一个教学 所以就是主要是结合语文 译文跟综合 然后科技的部分的话 就是着重在实作的一个部分 那学习内容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语文的部分 其实我会比较希望 就是学生可以训练 就是他可以撰写文稿 然后做口说的部分 那译文的部分 他就是去结合飾演艺术 然后可以多元呈现他的作品 然后透过译文跟语文的一些活动 然后去认识自己 然后去接纳自己 这样子 那资科的部分 他其实我会变成 他其实只是一个工具 那第一个单元叫做不一般开箱 那这个单元目标的话 其实就是希望可以使用资讯工具 然后制作就是图文并茂的一个作品 来描述自己 然后在教学领域的部分 就是主要是结合综合语文跟资讯科技 那活动名称的话 就那个活动的话有两个 一个叫开箱文出探 一个叫做我的开箱文 那这个课程其实就是希望小朋友 透过开箱文的一个介绍 然后让学生适者去自我观察 那用文字图像来描述自己的形象 完成一篇介绍自己的一个短文 然后用资讯工具设计完成开箱文的部分 那活动一的部分呢 叫做开箱文出探 那一开始的时候 我会就是先做简单的引起动机 然后让学生去思考 就是疫情造成一些影响 然后就慢慢扯到网购的部分 然后就引入开箱文的议题 那我有在学习平台上面 放一些开箱文的文章跟影片 然后请小朋友就是写在学习单上面 记录开箱文应该包含的一些内容 然后再做小组的组内共学 然后再做组间护学 然后我们去归纳出开箱文应该具备的一个元素跟原因 然后老师再做一个教学的一个统整 那去做这个开箱文的出探呢 其实就是希望他可以透过开箱文 他们就是比较熟悉 因为他们现在小朋友都常上网 然后其实也看过很多的那个YouTube的影片 IG微博之类的 然后他们其实看过很多相关的这样的开箱文 可是他们自己在撰写自己 就是描述自己的文稿的时候 其实就都通常都写得很保守 或者是也不知道要怎么样去描述自己的一个特点跟专场 所以我希望用开箱文的方式去引导他们 其实我在写我自己个人的一个自传的时候 那其实是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呈现 那所以在做第二个活动 我开箱文的时候 我就延续上一节课 我们讨论的开箱文应该具备的元素 然后改成以老师为例 然后要把老师开箱 那我应该要做哪些介绍 然后去做用pallet去做一个范本 然后再去check一次 人物开箱文应该包含的元素 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他们会共编我的开箱文 然后帮我撰写一篇 然后藉由这样子的练习 让他们知道他们可以怎么样去描述自己 然后拍家作业的部分就换他们来做 好那做出来的话 大概就是像这样 这是小朋友的一个作品 他就会我要求他们一定就是要做一个我的代表字 就是等于是这个商品的一个名称 然后再根据他的一些外形性格 喜好乐趣这样 然后去撰写他们的一个开箱文 就是小朋友的作品 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分享 其实我还发现小朋友蛮多部 就是平常在学校不同的一面 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单元二 我的代表字 那我的代表字的话 就是刚刚在开箱文里面 他们都有为自己先想好了一个 可以代表自己特性的代表字 然后他们 我再请他们结合缠绕画 去设计自己的一个代表字 完成雷钓一个作品 所以这个单元主要是结合语文跟译文的部分 那有两个小活动 一个是疗欲缠绕画 一个是雷钓LED灯 那就是根据上一个单元的开箱文 然后再来做 它的代表字的图案的一个设计 那活动一的部分的话 我会先介绍缠绕画 然后示范简单的缠绕画法 那第一节课的话 就是让学生做缠绕画的一个练习 那第二节课的40分钟 我会先 因为其实类似的课程 我以前曾经上过 所以我就是先展示之前的 学长姐的一个作品 然后告诉他们雷钓 我们要雷钓 进行雷钓 那在设计的时候 应该要注意哪些事项 那针对就是一些可能 美工不是这么好的孩子 然后我也提供他一些参考意见 可以怎么去设计这个代表字 然后进行 那学生就根据自己的创意去实作 然后再用扫描的方式上传学习吧 作为我们之后第三个活动 要用到的一些元素 好那活动二的话 我们就开始做雷钓LED灯的部分 那雷钓LED灯的话 其实我们之前 在上这个课程之前 我们在资讯课 其实已经有上过那个翻转灯 然后所以其实他们已经学过雷切雷钓的一些应用 然后还有操作的一个方式 所以这边其实我就是等于是复习带的很快 那LED灯的部分也都有介绍过了 那在所以在教室导学部分 其实后来是没有用到这么久 就是很快速的带过 然后那至于那个LED灯的组装的话 那我是直接把影片放在那个学习吧上 然后让他们去自己做 拼去材料做组装 然后那比较快的孩子 就可以先进行雷钓的部分 那真的在课堂上一定来不及完成 那就是在课语的时间 再陆陆续续把他们的雷钓作品完成 那做好的作品大概就是像这样 那小朋友的话他们要再针对他们的那个设计的一个文 就是他们的雷钓的图样 然后他要写他的一个设计里面 像这个孩子我会在他的作品 并不是因为他画得很好 是因为我觉得他的设计里面写得非常的好 然后这个小朋友 他说他会选这个变这个字 是因为他觉得他一直在变 可是他是变好 所以他觉得他很棒 然后 然后再来就是单元3 单元3的话 我叫自信展风华 那这部分就要把影片拍摄出来 然后做成那个AR的作品 那这部分的话 结合的是语文跟译文 还有AR的一个应用 那有两个活动 一个叫请教我网红 一个叫AR三部曲 那就是让学生自导自演 把他的开箱文变成影片 然后再用Canva做辨识图卡 然后用IJAC制作AR的作品 上课上到这个时候 停课了 所以小朋友的那个影片 其实我后来就是都放在 就是如何去拍影片 编辑影片的一些素材 我就通通都放在学笔奇霸上面 让他们做自学 然后也有给他们欣赏 就是学长姐 我们的BSN都会有这个习惯 就是一定要拍一部给20年后自己的影片 那我先让他们看 就是学长姐的影片 他们有一个想法 然后这个部分就没有在课堂实作了 就是本来是希望他们可以讨论 记录影片可以学习的元素 然后让他们再把这些学习的元素 放在他们的影片里面 就在他们的影片里面 然后这部分后来就撬掉 然后他们就是直接在家里做拍摄 然后接下来就是把他们拍摄的影片 还有他们Canva做好的那个AR辨识卡 然后把它变成那个 我的代表次的AR的作品 那AR其实我们之前也教过 所以还好就是在家里 有电脑的孩子他都可以完成 可是比较麻烦的是 因为我使用的是iJek 所以他必须下载 他必须在那个Windows下才能使用 那有些孩子用平板的 那他就是后来我们先复课 才回到学校 然后陆续完成这样子 好那就是小朋友做的 不好意思太胡了 就是小朋友做的辨识卡 就是很简单的 把他们的那个 他们画的设计图 然后加上他们的设计理念 然后做一张简单的一个辨识卡 然后就可以透过辨识 然后把他们的影片呈现 那这是我的分享 谢谢大家 台北你换我吗 台北你没有开麦克风 好就是 那个严老师就麻烦您先 然后待会儿 有要回馈的我们在接着您之后 OK 谢谢 好各位老师 各位伙伴大家晚安 那因为时间关系了 所以我就稍微快一点 那首先有几点先跟大家说明一下 其实我比较喜欢人家叫我严老师 那不要叫我严教授 那听起来会全身其各大 好那因为老师是一个称呼 那教授感觉有点阶级 那其实大家都是老师 而且我们只是在不同的学校体系里面教授 这样子而已 那尤其是各位老师有很多 事实上是在实际现场上经验非常丰富 那我也可以来这里听到很多 很好的素材 很好的经验 然后也帮助我在课堂 在大学的课堂里面 也有一些可以值得跟后面的学弟妹介绍 那第二个就是 刚刚一开始我单独有跟新渊聊一下 那我们这个功倍 其实它本身有点概念 就是follow所谓的同才凯模 在学籍理论里面有一个叫专家凯模 一个是同才凯模 我常举个例子就是在篮球里面 那体育老师丢十颗篮球都是 但是所有的学生看了 十颗篮球都投中 他只会觉得我不是体育老师 那我不是学这个料 那所以呢 大家就完全就没有心要参与了 但是同才凯模指的是 他的目标就是在同才之间 由于他刚刚投没有投进半颗 那现在突然间投了两颗 那他是怎么投进去的 那个反而能够提供其他同才 一个更有价值的一个分享 所以等一下呢 其实我速度会很快 但是还是期望说 其他的伙伴能够彼此可以分享 这样子一个 给那个报告的伙伴有一些回馈 好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郑老师这个 郑老师我在很多场合 其实我都有偷偷在下面 因为之前不认识 那所以呢 其实我有已经看过他分享好几次 那那个郑老师的教案 其实真的从国小的职业跟跨领域来看 事实上是非常考量 考虑的那个层面是非常的广 那这个我简单回馈了 那我看了几个点 那第一个就是 就是整个教案的设计 那有没有考虑到我们学生 这个APP世代的一个比较新的形态 那第一个我们的APP世代 那我一直在做这方面的 有一些论文的发表 那第一个就是他们其实慢慢的从文字的风格 认字风格转换成影像的风格 那在这个作业里面 在这个设计里面 那其实缠绕化 它事实上是一个比较偏影像的 那这事实上是他们比较 接受速度会比较快 好 那第二个就是要有趣 那这个设计里面 整个从体验学习的角度来看 那学生是从直接操作 然后再慢慢的 再从这个文字 然后动手做 然后后面又有AR跟影片的拍摄 那从认知跟学习风格上面来看 其实符合我们APP世代的一个 他们的一个学习的很新的取向 那第二个是真实跟生活经验有关 那老师的设计 其实是希望说他们在生活当中就融入这一些实际上可以操作的这样的一个作业 那其实我在看这个设计就想到 然后那个三次猫头鹰呢 它每一个饮料下面都会有一个杯垫 它杯垫就是一个猫头鹰的外形 然后它会鼓励去喝饮料的这些客户顾客 然后就直接用蝉状化的技术在上面 那个猫头鹰的外形上面就是画了这些蝉状化的一些设计 然后呢你画完之后 他会把它贴在他们的店里面 它有一个类似像公告栏 然后呢就会让大家去回馈说 这个画得不错 那你就可以在上面有一些回馈 那这个事实上也是一种生活当中的 他选了一个造型 就因为那店名叫猫头鹰 然后呢他就提供这样的一个杯垫 成本很便宜 就是一张其实就是一个后置板 而且是每个人喝饮料 每个餐饮后面都一定会有 然后呢因为你看到进门的时候 看到那个板子上面别人分享的图形 那你自然而然就会在那里画 那所以在用餐完了 那在喝饮料聊天的时候 每个人都会在那里动手画 那原来我太太他们的设计 也是他们搭配音乐 然后说这是一个非常疗愈的 就是你会自然而然 就会觉得心情就会放松 然后就会得到比较平和的一个 情绪的一个舒缓 那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很生活的 很有趣的 然后从课程设计的角度来看 他又跨了文字艺文 然后还有影片跟我们的科技领域 所以他事实上也是一个同整的学习 那比较少一点点就是 他的问题解决的层面跟探究层面比较少 那这有可能是我们选这个主题 禅道化本身就很难做这样的一个 一个project的设计 这比较难 那所以呢我大概只指出来了 他就是第一个是 关切 就是我还有另外一个觉得科技领域可以做的 就是让他的学生对于关切不是只在自己的作业 而是往上拉一点 那刚刚郑老师有提到就是说设计我的代表制 那我的代表制有没有可能再放大一点 比如说是学校的代表制 社区的代表制 或者是整个县市的代表制是什么 那我上次分享的那个陶瓷跟美术艺能科领域的融合 他事实上就是选一个代表五色 就代表我们这个社区的五个颜色 那这个设计呢就会有一个讨论的过程 然后他就会就会提升他关切的层次 不是只有在个人的关切 而是关切到比较大的 而不是我们我们很多作业的设计 就是把自己的作品做出来就好 那其实是很可惜的 那也因为这样的探讨 那有一些分享小组分享的过程 那票选讨论 那就有比较多的探究的味道在里面 那就是我的第一个建议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 刚刚有提到就是要拍影片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就没有了 那影片事实上是 因为我们国小事实上在每个县市差异很大 那自家市其实有很多的资源 那拍摄影片 其实我有实际听过我几个在偏箱教学的学生 他们的回馈都是在偏箱里面其实比较难 那要拍影片 你说用手机拍 其实他们的手机都不太行 他们也没有什么 学校也没什么DV啊 什么其他那些 那比较有可能是 我们现在有一个平板 那发到偏箱 那我们就请他们在把仓库里面的平板挖出来 那用平板的方式 不一定要拍影片 那可以转换成四个 类似像四个漫画的一个数位说故事 那有个APP 它实际上就是你可以拍照拍四张图 然后你自己上去报告的时候 用说明的方式把这个故事说完 那其实是一个比较简易型的图像式的分享 那可能就蛮适合 比较资源比较不足的 然后他又只要有一个简单的平板 或甚至只用电脑也可以 那他们只要拍了四张照片 把他的故事说完 那或者是他结合这个专期是缠绕化 然后呢 把四个不同的缠绕化 然后用一个组织的方式 把故事讲出来 其实这就是一个另外一种可行的方法和策略 好谢谢 我简单的说明 简单的分享 好 谢谢教授 好 谢谢严老师 然后我提供一分钟的回馈 第一个就是 志庭老师七节课分成三个单元 就是开箱文 缠绕化 跟AR 那我觉得七节课做这三件事情 对我们一般课堂来说难度 时间比较短 所以我建议是时间拉长 第一个时间拉长 因为这个看起来应该是做一个学习的量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这次的主题跟主轴是微课程 那这三个我觉得推广性最佳的 应该是单元一 就是开箱文这个区块 因为他不吃 他不太吃雷切或AR这种特殊的软硬体 所以如果最后要取舍的话 我建议志庭老师优先以第一单元为主 来做分享 那我整个看完我也觉得第一单元应该会是所有老师 直接拿志庭老师的教案就可以导入课堂中 因为他没有其他软硬体 这是在教学设计的构面 那教学策略我很详细的听完 其实都是四学 那这个四学就会引发出 我去关注在教师导学 主内共学 主内共学跟主监护学和 这个学生自学 这四个交互循环的过程当中 我有没有看到志庭老师诠释出学生的改变历程 我觉得有 但是因为志庭老师今天只能先做快闪式的扫描 所以我刚刚会才建议说 如果我们去花莲要呈现为课程 我们就把开箱文把它做好 然后看志庭老师的这四学的 我很喜欢四学的这个策略 就是说志庭老师在讲这个四学 能不能让每一个阶段学生的改变历程都呈现出来 就可以把开箱文这个单元做得很丰富 然后让老师听完直接拿教案回去教 那后面那个我们就等到下一个阶段 或未来老师在advanced的地方才去做加入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下一次七月份可不可以请托志庭老师 把整个四学的每个阶段学生的那个改变历程的 那个记录呈现出来 让我们很清楚看见那个四学 就是教学策略的改变和成效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评量 我刚刚很详细看 其实那个志庭老师呈现应该都是实做评量 那我也知道志庭老师他会有其他的评量策略 但是他今天没有呈现 所以拜托下一次志庭老师 七月份的时候可不可以呈现其他的评量单 或评量策略 公像我这样的老师 我要拿开箱文回去之后 我就直接拿志庭老师的评量单回去做评量就好了 然后最后是一个问题是我想要补充 刚刚那个 颜老师提到的问题解决的成分比较薄弱 确实在 缠绕化跟AR的话 这两个区段 在问题解决的层面就会看起来相对薄弱 因为他离一个真实的问题情境有一段 对中小学生来说有一点距离 可是我要诚心的说 回到开箱文这里 对小学生来说问题解决成分还是薄弱的 但是因为他在小学阶段比较不会有机会真正要写一个自我介绍 可是我们想一下 如果这个学生他到国中高中甚至是大学 他要写一个好的自我介绍 有可能他念到博士班 他都写不出一个好的自我介绍 所以我反而觉得 如果我们把问题情境勾勒在他未来要面对自我介绍 向别人自我介绍的这个情境下 再回到这个开箱文他应该怎么做 才能够妥适的把自己介绍给别人 进而认识 然后教学策略就是让他透过四学 把这件事情越做越好 透过教师导学 学生自学 组间组内 这个改变的历程 让他可以妥适的把自己介绍给别人 然后接下来再从自我的角度 再到介绍知庭老师的角度 那我觉得这个开箱文是我非常期待 而且有兴趣的 以上是我觉得是有机会可以拉回到问题解决的情境跟成分 如果我们先聚焦于这个开箱文的为课程 那以上是我的建议 那接下来我们就教其他伙伴 针对知庭老师的教案 是否可以给我们一点些许的回馈 谢谢 那如果各位还在思考的话 最后在一起同问答也是可以的 所以接下来我就先邀请彭燕老师这一组 彭燕老师 那您是 是您发表还是易兴老师发表 教授老师 应该称呼老师 不好意思 然后那个 我们这一组大概 待会主要是由这个易兴主任来做发表 那因为这个课程是 属于我们扶导团团内共备之后 但是整个的一个落实跟课程验证 主要是在易兴主任他的这一个东洋国小来做实施 所以我们请易兴主任就当中课程的一个呈现来跟大家做报告 谢谢 那这个严老师 还有这个各位伙伴大家晚安 那我是台中市东南国小林一新 那现在就跟大家来报告 我们这一次准备的这一个教学设计 那我就计时10分钟 那希望能够10分钟做一个比较清楚的表达 因为我们这个设计目前的阶段是他已经完成 那也有实际教学验证过 那也有把它做文案的一个发表过 所以在执行上是有实际软过一遍 但也就软过那么一遍 因为这就遇到去年的疫情 就没有办法第二次带着学生再进去做第二次的科技走读 所以以下跟大家做报告 我们把它题目定为XR科技走读的一个课程设计 那从题目上大家就可以知道 是我们把XR科技跟户外教育 两个做一个combine 那我们的会这样做 当时有提到一个标题 就是悠游道卡斯 因为我们在大甲台中市大甲 那大家对大甲可能印象 除了偶尔以外就是正南宫 妈祖了 对没有错 我们这一次的科技走读的目标就是正南宫 那在这个正南宫的一个过程当中 基本上我们是希望把户外教育跟科技两个做一个结合 那大家知道在户外教育理论里面 它强调很多的经验体验跟经验主义的部分 也包含说跟在地的问题的解决等等 所以这是在我们的户外教育的应用上 很强调这些亲自去所谓的接触感官 主动学习的部分 但是在科技应用的部分 它又能够发挥到上次这个 严老师有提到的 像这个体现认知等等这样的运用 所以我们希望把两个结合在一起 就是刚刚发挥教授讲的是 这个App时代这些小朋友 他能不能把这个所谓的虚根实 做一个巧妙的整合 那在做这件事情 其实是我们有做一些去统计分析 从内政部的这个资料里面 从106、109你会发现 台湾的这些户外教育场域 其实有非常多的形式 但是其中其实你会发现到说 把它变成课程在进行分布的其中 你会发现当时的数据109年的时候 在走读游学类是零 没有人做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课程设计 那其实也不难去理解为什么 因为其实像导览解说或者主题探索 这些在很多的所谓的旅行社或者是主题单位的结合下 其实他们就做着很多这样的应用 相对好做相对比较能够被理解 可是你要做走读游学 那细部当中是不是就会涉及到所谓的 你是一对多的导览 还是各自的学习 又或者是有问题的解决 那这一块其实难度相对就会多 所以目前我们当时设计这个是有发现说 这个没有人做 应该我们可以从科技的角度 把这块给发扬光大 是有这样的想法在 那这当中我们用了一个 其实在户外教育界他们常常说的 这个叫户外教育三部曲 刚刚跟志明老师讲也是三部曲 那其实三部曲大概可以理解 它跟时间脉络有关 就是所谓的前中后 那当然这边是根据我们教育界的前辈 李昆山老师 他常年推动户外教育 他就发展出了这样一个前中后 那前中后 他其实他是有一个特定的目的的 例如他的钱 他是要做所谓的预向建构 那他中在做探究验证 他的后面在做归纳统整 那这件事情是传统的户外教育 那如果我们跟XR科技要做 combine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怎么样的应用 我们后来就去发展了一个叫 VAV model的概念 就是简单把VR跟AR 做一个不同时间点的运用 发挥它的功能 那简单讲 在一开始我们透过LMS 就是所谓像英才往后学习科技辅助的一个诊断评仰 学生做能力分组 分组完之后 我们在一开始透过VR的预向建构 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会先透过老师 我们会做场刊 在场刊的时候就先把现场的VR影像360给带回来 那学生在出发前就先观看这样的一个360影片 对于目标地点先产生了一个预向建构 那包含我们在后面会看到的一些学习单的预先去建构的提问 就是让它出发前 它是带着疑问出发的 把这样的一个预向给建构出来 那到了现场到的过程 有很多的部分 透过AR的应用来做探究验证 那因为我们在AR它最主要 它就是可以做到所谓的学习辅助跟提示的这个作用 是的 所以到现场之后 我们就制作了很多像壁画 像这个妙语的 相对很多文录的一个AR的一个教学验证部分 让它去探究验证 那最后再回到这个课室之后 利用它们过程 自己所拍摄的360的影片 回来再做二次的所谓的后摄形式 它就是它的流程就是VLV Model 那也跟这个户外教育原本的三部去 有做一个结合 那简单讲 如果讲成具体的流程的话 就会是这个样子 就是老师去场看预录VR 那当然当中我们会用到 我们常看到的这种360VR介绍里面的 所谓场景跳换 或文字说明 我想有玩过 大家就知道我在说什么 所以这个其实老师容易操作 学生也学得快 那重点是它是要提醒孩子 在影片当中的观察重点 不然三段影片弄下去 每个孩子看的东西不一样 那你在有限时间指导 很难聚焦 所以这个所谓的观察重点是有必要的 那此外再服务于VASC学习单的部分 我们这边操作也跟老师们大家分享 其实我们是by pair的方式 就是两两一组 一个代VR已经一个在读学习单 互相去确认说 你是不是读到 有看到任务里面指派的东西 用by pair的方式去确定 它的重点有没有去聚焦到 好 那在过程当中 再透过这个小组合作方式 进行AR的验证跟学习单的完成 那这当代会提到 我们有用到一个叫AR的问答系统 也就是说在过程当中 因为有些时候 我们传统会用提问的方式 但是现场其实我们也做了一些 即时性的问答来确认 你是不是有学习到 跟找到这样的一个答案在里面 那再来我们在过程当中 学生他会除了做刚刚的问题 跟政家收集以外 他自己也要做360影片的收集 回来之后做成成品 就是做所谓的场景挑战 跟文字解说点 让不同组间来做所谓的观察 我做的跟你 我给你看你做的给我看 我们有相同目的 可是拍摄的手法角度会不一样 这时候组间的差异护学 就会产生出来 然后再透过我们常见的云端共笔 来归纳同等 把意见透过John Boro的 便利贴的互动等等 那老师很快就能够做到这个比较高层次的一些像大甲地区的这个经济组织跟所谓的聚落发展这样的一个议题探讨 希望能够做到比较多的后设思考跟迁移 所以课程设计脉内大概是这样子 好 那目前这个课程我们已经有做完也就软过一遍 那当中当然是用到一些5G设备了 因为出去外面一定要有高速的浏览 那所以其实我们有配合计划 我们用5G SIM卡的方式 让小朋友可以在画面透过平板 或者是这个VR头盔都能够浏览顺畅 这个是有必要 但是这个是不是很容易推广出去 其实我讲这个硬理部分就要大家可以来斟酌一下 好 那使用到的理论部分我们就不用谈太多 但是从过去研讨师的知道 我们大概可以知道 我们希望把XR的这些特点 包含它的immersion的部分 包含它能够做到这embodied的部分 然后我们透过这个实体的互动 然后前中后的合作学习等等 来做这样的一个整合应用学习 所以如果从这个表就看得就更清楚了 在活动前的预像进行 我们做过这几个活动的进行 活动中 活动后 那做这样的一个探究 那当然当中我们还有更细部的 就是为了让它了解这些户外教育的课程 所以其实并不是只有讲这个课程 它是一个带状课程 它包含了户外教育 它常常会用到各种这种所谓的APP的课程 都会包含在里面 所以当我们把这一系列都完成之后 就会带到这一个XR科技组织课程的完整内容 那这个内容前后一共有七堂课 那这七堂课并不是一个连续性 不是一天七天季节就完成 它其实有包含了蛮多的 平常的就是练习 以及我们把它分成像第一节第二节 也是属于这个VR的预向经过部分 它是在活动前的一周或两周进行的 然后第二部分它进行所谓的活动的一个计划书的撰写 跟这个探究问题的一个拟定 它也是在活动前进行 等到第三四五节三节课才是真的带到正南宫过去 所以这个七节课其实它有一个比例性跟所谓的 我们说学习后它需要有一段时间去消化吸收 我们并不是挤在一天就把它做完成 尤其刚刚讲到那个360的摄影 其实还是也是要一些前置的一个学习 所以严格讲课程不会写的七节课 但真的在做其实不止七节课 那基本上可能我们前后花了一个月的时间进行 都是有可能的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简单的run一下 因为时间到了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课程设计 在这里我们一开始就是先透过团队 我们先就老师的场刊 然后先做简单的360的一个收集 那回来之后基本上我们就是透过影片测量的一个 大家可能知道这种就所谓的影片提示功能的APP 就你播到一段跳出一个问题 然后就让你去回答 就是帮孩子聚焦观察重点 这个部分其实学生会做老师会做 而且很容易做 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记录其实是相对简单 找简单的方式是希望能够顺利迁移 就不要说只有某些人才会这样 那再来就是我们中有具体的提问 从Q1到Q6 这几个部分就是希望他能够从影片当中去找到 所谓的观察重点 那刚刚有提到我们Bipair的方式 就是希望不要迷失在VR的情境当中 然后能够除了有immersion 他又能够观察到该观察的重点 所以Bipair是我们的一个实施策略 在活动当中就会有所谓的聚焦到后面 比较高层的部分 让他们每一次都透过像Chris这样的一个评量 来检测再强化学生 这个for learning的部分 用这个评量来for learning的部分 让他更加的学习 之后第二节课就是所谓的 TASA计划书的撰写 就是我们最常见户外就要让小朋友去写一个 我想怎么进行这件事情的一个部分 这个部分大家比较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今天我们用六合法去探讨 这比较没有太大问题 但是过程就是用到所谓我们常见的这些APP的应用 包括像Google Map 当然说这些所谓的我们常见的一些云端的使用资源 都是在第二阶段写算计划书的部分来呈现 第三四五节就是所谓的活动中探究验证 这边用到的就很多了 这边用到的就是非常多他们会用到的 因为我们会出题目给他 当然说请他用智慧镜头去辨识植物 其实在户外教学过程当中 看到自然植物的一个理解跟辨识是很常见的 所以包含镇然宫的周边就有很多这样的部分 所以把它带进来 画到一些自然的部分带进来 那过程因为我们大甲算是丘陵地形 所以我们还是会有这些地形山脉的一个起伏 所以透过这种山脉辨识的方式 让小朋友了解说 其实台湾是个多山地形 那我学会了它 我这是户外教学 虽然我不是爬高山 但是我也学到它可以怎么去运用 这样是一个部分的使用 另外高度部分 这个是在这次课程里面 我们相对认为觉得讲得比较深的地方 因为其实目前的APP 对于高度的使用 基本上有三种的一个辨识方法 而三种它都有不同的情因跟原理 所以其实这块是不太容易懂的 但是学生会用最重要 其次再进一步去探讨说 为什么有些时候用方案一有时候方案三等等 这个是在高度的部分 那过程当中因为在户外 你不能让它打字 打字不放映 所以我们基本上全部都是语音辨识来做记录 甚至就是直接录影 把过程录下来而已 那回来再做处理这样 那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从图上看得到 我们是让小朋友用360摄影机去做环境记录 因为这回来就是在最后那个阶段 要去交叉组件护血用的 好 那这个地方 就是可能老师们也都知道 像在蛮多的AR平台里面 它都会有一些SLAM的功能 那同时现在都把这问答的部分放进来 那目的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在现场 就能够做所谓的 透过AR的一个辅助提醒的学习 好那这边是我们准备的Q1到Q6的几个题目 好那这个你一定要现场才能够去使用它 因为如果像以这个题目来讲 你看请问郑南公共有几个庙门 好那那有的人说 我抬头看就知道我有几个庙门 可是如果说我 你要看周边四个圈 你要走完一圈才有办法 正门只有第一眼 可是你还有侧门后门 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件事情 所以除了你刚刚观察过以外 那现在他透过一个 一个AR的一个体验的一个测验 对它到底有几个门 我从这个过程 我就去进一步去学习跟进来了解 好那这门口 右边那就是供的母的 这个部分你就去可以去扫油 那它就有相对的 引导你去进一步学习这样 好 那到了回来之后 第六阶段就是归纳统整 那我们的归纳统整 其实本来就是VAV的第三个阶段 就是基本上透过自己拍的360 那我已经看过了 我知道探究的过程 我把我的观察重点 做在这个里面 所以这边谈到比较多是 小朋友在做360影片的部分 因为我想做完要给别人看 我是要给别人看 所以它的部分就比较像是 像是小小的YouTuber的概念 我要做一个把我所需的东西 放进去的地方 最后一节就是交互观看 并且进行讨论 所以这部分我们讨论的部分是 因为我们大家知道 看VR的时候 基本上会是个人沉浸的部分 可是你怎么跟团体讨论 结合在一起 那我们用的方法 就是用无线投影 加WebVR的方法 无线投影基本上就是 戴头盔人在看到的部分 投到大屏幕 大家都看到了 所以这座讨论上 是挺有趣的一种趣事 就是整个的情况 另外也其实WebVR 就是基本上平板也就能看得到 虽然少了沉浸感 但是基本上内容是可以被讨论的 所以这一块是我们的应用方法 当然最后 透过Jumbro 4F讨论法 就是把大家的共同意见 给讨论出来 所以大家会发现到 一次的户外教育 除了了解实际的这些 所谓的警务跟物产以外 他们对信仰 对机器官 对经济产业的一个 四二一的文化认知连结 是有一定的提升 那以上跟老师 跟大家简单分享到这边 林老师 好 OK 谢谢一心老师的分享 那这个教学设计 包含教案都传上来 那其实是非常完整的 那从我的 我思考的像度里面 那它又能够兼顾到我们学生的一个学习风格的改变 它其实完全就是以影像化的这样子的一个内涵来做设计 然后又有趣 然后又有实作的体验 然后再来它事实上是一个走读 其实就是一种踏查 所以它本身就是包含了探救的精神在里面 那它其实真的结合得非常好 然后在课程的后段的设计 又加了一些learning by design 就让他们自己设计自己的 就是设计给同侪看 那就会拍完 那这个部分可能是在推广上会比较有一点点 有些学校可能会觉得难度比较高 那因为它需要一点设备 那360的拍摄 有一些手机是支援 那刚刚我看是用那个 画面上就是Samsung那一支 对 Gear 对 那一支其实不贵 还蛮便宜 三千多而已 那其实是还有可能 那这个其实拍起来 学生会很有兴趣 那整个看起来其实还蛮完整的 那其实刚刚一熙老师没有报告到 后面他们其实还有考虑到 那我们现在AR VR在国小阶段 那有一些研究提出来 其实唯一只有一个比较受制裔的地方 就是晕眩的部分 运动症 对 因为你其实后面有讨论 对 对 那因为有一些研究已经指出来 其实有人说 有国外的研究是三年级 四年级 其实都不见得适合 那高年级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然后再来就是他本身在实际在看的时候 那周围应该建议会有一些比较好的安全的措施 那所以再带学生出去 带老师人员上的资源 可能要留意 所以应该教案里面都还是要 还是要说明一下 是的 是的 其实这个好像是得奖的教案 我在 有得奖 对 对 因为我之前有看过 好 那最后一个我要分享就是 其实我之前 我们在四五年前有一个科技部的计划 那有做过类似的 那我们那时候是跟李天路博物馆做合作 那用的是那个AR2VR 就是我们那个有一个公司的产品 好 那他其实是把这个李天路博物馆 然后把李天路这个人 因为那事实上是有故宫赞助的一个专案 然后把他的他在整个比如从大道城开始 然后整个台北市的发展的历史文化 然后用AR的方式来呈现 ARVR的方式来呈现 那我当时就会对这个AR2VR整合应用 其实产生了一个很大的 其实是非常适合我们国小来做 就他在纵向的深度跟横向跨领域 都蛮好整合的 那刚刚应行老师报告是 自然科学 但是事实上他也非常适合用在社会科学 那自然科学 刚刚老师有报告 就是他其实有一些就是 比如像有地理位置 或者是结合星空 GPS 那这一类的 那在社会科学里面 我们可以把这个VR的这样的设计 发展成比如说对一个人物 那我们当时做的是李天路的 从他的出生到他的第一个爱人 然后照着后面的发展 然后第一个表演的那个小西元的那个这个 就是有一些就是让学生实际用ARVR去走一遍他当时的发展的过程 那这在社会科学里面 因为我们我们现在科技大部分用在科技领域或者是自然科学比较多 那很多国语文或者是社会科学都觉得我们这些东西好像都不适合他们用 所以我就觉得一系老师可以在后面稍微说明一下 可以衍生推广可以怎么用这块 那其实我们社会科学可以把它引申成一个历史人物的 比如说他的过去的历史的那个不是遗迹历史的轨迹 那用这种ARVR让学生去找资料 那我们当时在科技部的那个专案里面 还做了一个叫四地游戏 就是结合国外的一个设计 就是在那个他们去参观的过程 在里面买一些宝物真实的宝物 那这有点像是现在很多老师玩的那个密室逃脱 那就是实际上带出去的踏查 然后还结合游戏真实的游戏 不是只有虚的 就是只有在那个ARVR里面可以找资料 然后让他们有一个挖宝帐的过程 把这种有趣性带到课程里面 那会更强化这个整个课程 那个学生的接受度 大概这我的简单粗浅的建议 谢谢 谢谢袁老师 好 易兴主任 就是您的主题是ARVR 然后科技走读 然后我简单的给个意见 就是因为 就是可能过去为了完整的呈现 然后这是可以做一个学期的 所以这一次我们带去花莲 可能是建议是把它挑选出一个 比较聚焦的一部分去做呈现 这样让不同的师长带回去可以马上实作 但是一定会有其他的评量策略 跟刚刚志庭老师一样 就会有其他阶段性的评量策略 这个部分也帮我们补充一下 然后我觉得最精彩的是您的教学策略 就是从学生自学的WSQA的学习单 这个部分的呈现是很扎实 那在组内护学的部分 你用百配合 用角色分配的概念 这个地方可能要帮我们强化一下 是说他其实是有不同的角色任务 那其他老师听完之后 他才知道这个重点是 我要分配给组内不同学生的 不同的角色任务 所以这个部分要再帮我们补充一下 然后第三个组兼护学 是我觉得你的整个教案 最精彩的一个部分 就是刚刚其实严老师也有提到是 我要介绍自己的素材给别人 那我想要补充一下 就是说因为小学的这个层次 不容易拉上去 所以你刚刚有提到 你整个最后教师导学 强化的是后色思考跟迁移 其实这是你整篇教案 最精彩的地方 可是因为您报告的很精简 所以我想要请托您 就是如果未来 你可以把这个地方放为重点 我建议您可以多讲一些些 那我讲一下是 我听起来是怎么感觉 学生去听完 看完你的WSQA 摆配合去完成你的任务之后 换他来做的时候 他都没有办法迁移 原因是因为他们看到的 都是很浅诚的问题 而且他会问一些很浅诚的问题 例如他会问你说 请问大家这南空墙壁的颜色是什么 那这个东西可能不会是 他走读观察的重点 我们要看一个宫庙 关键是了解他的历史跟文化 例如为什么这些拜拜的人 都是从左进右出不走中间 因为这跟神格和人格的文化 历史传承有关系 第二个就为什么神明的位置 最大的在中间 然后第二个在你的右边 可是明明不是左尊右卑吗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个认知冲突 那事实上左尊右卑是指神格的位置 而不是人格的位置 所以当学生在这次的走读 他能够了解深入的历史跟文化 并且把它设计成 你自己介绍素材的问题 他才会产生后设思考跟潜移这件事情 要不然我观察小学生 他的那个仿座 因为我们都会先仿座再创作 那他的仿座的层次都拉不上来 原因是因为他们看完你的WSQA之后 他自己去设计他的素材 他都会问 例如你刚刚讲的门的颜色是什么 门有几个 这些东西跟大甲正南宫的文化连接性 不是这么的 学生自己不是这么连接的妥事 他就必须透过后面那个教师导学 才能够产生整个后设的思考跟潜移 那我刚刚会请托您 特别呈现这个教学策略 就是说这个教案终究还是要让学生去呈现他的整个思考 对于走读后他学到什么的一个关键 那我刚刚讲了半天都没有讲AR跟VR 原因是因为我认为 以我刚刚这样子的分析 别的学校他即使拿平板用Google Map也都能够完成 所以我就会觉得你先把你那个教案 跟ARVR牵切两块 把你的精神先抽出来 介绍完之后 接着才去介绍说 如果我用ARVR的工具 我可以怎么做 我用平板这个工具 我可以怎么做 那一般的学校如果连平板都没有 你可能拿一张学习单出去 你也能够用我们 东阳一新主任的教案完成你们学校的科技走读 我觉得那个精神就达到了 以上是我的分享 谢谢 那各位师长 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一新主任一点回馈 我可以先讲吗 好 先谢谢台平的回馈 因为台平你讲那个是我第二篇文章 就是因为我们在最后面那个最难 你所谓的那个后设讨论跟轻移那一块 其实我用的就是4F的策略 但4F问了什么 那个是关键确实是 但是那个东西 我来讲 如果说在你讲的嘛 我们这个课很长 如果说要聚焦在某一块 那一块其实确实是精华 但是不容易带 它就是它需要有一些 就是把我们讲说引导 跟不管是情绪脉络或认知脉络 还有就是师生的这种引导的事 它都要带进来 那我在猜想那一块 其实不太容易在 在短暖一堂课里面去 也许我可以把我的部分 就是势力性的条列出来没有问题 但是怎么样去 就是换我牵引给现场的老师 说你可以回去这么带你的小朋友 聚焦这件事 我在想这个难度上 可能跟我想的会有点落差 这是第一件 第二个是说您刚有提到 就是像平洋策略这个 其实这也是我很大的困扰 一讲 待会伙伴们 如果您有经验 也可以给我分享 就是其实这些跨领域科技应用 这种所谓的主题是也好 这样一个课程设计 它平洋其实真的不好做 就是你要做到很细 它就失去了 就是assessment for learning的那个目的 对 可是你又不能不平洋 它这样就没有一个规准 然后它又没有一个目标 所以我们很容易就会从完成度 准备度 准备度 完成度 中间可能加一个参与度 从三个项度 就给它一个大概的分数 可能我们大概会是这样做 可是是不是这是很好的一个方法 也可能请严老师或其他人 有经验可以给我们一些经验分享 在这种主题式跨领域这种 已经搞到很大的一个整合的这种 这种的平洋上 有没有什么建议这样 那个我毕竟主要我回应一下 您刚刚是讲assessment for learning 没有错 如果从assessment for learning 确实会有一点难度 但是我想要请您转换一下 如果是assessment as learning as learning的概念就是 评量是促进学习的历程过程而已 所以像WSQA 它其实就是我在这些组间任务分配完 或组内自学的过程当中 那个问题会刺激我回去再看一次 那个watching的那个过程 所以评量也是在帮助我学习 所以我 是啊 所以像刚刚我们提到你刚刚讲wasc 那中间我们用的那个AR VR的问答系统 其实目的也是这样 但是它很容易就是通过与否而已 因为通常那样的题目它是引导性的 其实很难做不出来 所以它最后的结果你看到就是pass or no pass 对 所以其实 对对对 好 那我就跟您做一个conclusion 就是说 您刚刚讲的东西就是我们大家应该听到的 也就是说您把问题呈现出来 那使用贵校这个教案的师长 他就是站在您的肩膀上 才会产生他的问题情境跟他未来需要突破的关键 我们所强调的您的分享不代表 你已经完全做完 而且而且可以完全100%被复制 而是因为您有这些丰富的经验 并且把这些问题传承传递出来 那我相信使用这份教案的老师 慢慢的他会用他熟悉的另外一种工具 来延续您刚刚提到的后设思考的迁移 以及这个历程性评量的这个克服跟难度 我觉得那您的任务阶段性任务就达到了 这个是我我刚刚对您的分享当中觉得很很重要 而且我为什么需要再补充 请您下一次就是7月份 先把这个地方帮我们收敛聚焦出来 这样他会更清晰的让老师看见 你刚刚没有提到你后面 其实是很深层的那一块 对以上谢谢 OK好谢谢 好的那接下来下一位师长是 葵翰老师 葵翰老师您在线上吗 要我再介绍 好的那就再麻烦您了谢谢 好那严老师各位伙伴大家好 听完前面两位分享 我是还蛮压力很大 因为其实我不太 我不太擅长分享这种教案的东西 因为我平常也没有在想象 就是教学都是以经验为主这样 所以我本以为我们是主办单位 可以不用分享 那我还是把我之前做过的一个案例给分享出来 不过听完刚刚那个开平老师的那个 那个建议我发现我这个主题挑太大了 我应该可能下次要再可能打掉重演 那我就真的有准备那种跟各位分享一下 那在刚好在前年的时候 我们班的孩子刚好那一年活动特别多 有三次要到其他县市去参访 甚至有一次要去大陆参访 那即使每次要带孩子出去 有孩子们的开销 就是会有一些额外的开销 对价值负担还蛮大 那所以我们就想说 我们刚好学校有一些设备 那刚好学生有学过一些这些 汇图吧 地界长和这些东西 所以我就想说带着他们孩子们 去做一个义卖筹款的动作这样子 那我也因为其实我们出门 全是都有补助 可是我希望那孩子有一关就是 我们不可以什么都靠别人的赞助 我们还是得自己 有一个努力的奋斗过程 所以我们就是开始筹起这个计划 可是其实在坊间上 其实找不到这种义卖的 大部分都是募款那种 我觉得募款对孩子们的努力付出 我觉得可以再更多一点 所以我就把它改成义卖的部分 其实我自己也是边做边整理这样子 那我们这对象是六人姐学生 那其实我们都用了一整个学期的课程 那我们主要结合领域 有艺术与人文 还有资讯议题跟自然科学的部分 那我们都是利用那个艺术科 还有资讯科 甚至谈讯科之间 来做这个课程实施 那我们整个教学设备 就是电脑 汇图软体 颜色切割机 热红胶 那个焊枪 焊型 LED灯条 还有一些 木工的材料 那我们是希望孩子们 要先 就是我们遇到问题了 那我们要如果去解决它 那我们希望学生也能学会 自己要能够复制的概念 然后又能够自己 跟自己有传统文化做结合 那其实这批学生 他们在城市 学习这部分比较吃力 所以我这次给 在改革课程 就是跟城市比较无关 就是比较是属于他们 擅长的手作课程 那我希望他们可以是 完整的历程 所以我希望他们在整个 销售过程都能够有所接触 那所以就是设计这样一个课程 那因为我们孩子本身 有过一年的那个 就之前多多少少的碰到一些 这些电脑绘图 还有一些那个 那个累却操作 这些基本的能力 所以才会开始这个案例 让我们希望孩子们 就是可以结合他这个科技素养 那艺术涵养 还有他们这个案子要够成功 其实他们的互动合作 和对合作是非常重要的 那接下来就是核心素养部分 就是他们要能够使用 基本的科技的更自信工具的应用 那必须能够了解 他的一个概念 然后再就是跟人家 互动合作的态度 能够发挥杂地精神 学习表现的话就是可以 能够认识我们常用的一些工具 而且他要会使用 然后接下来就是要大家合作 产出一些作品 然后我们会有一些皮卡的应用 包含我们一些线上软体 还会软体的使用 好 那其实我们这个专题 很简单 它其实是一个LED小夜灯 那所以小夜灯做完之后 前面准备跟后面的一个产出 那个贩售 才是我们这个客品的一个核心重点 那首先一开始我们就是用艺文课的时候 然后请他们认识一下 布农出产文化的一个由来 然后他们还有他们一些意义 就是我们布农一个布农化力 然后我们欣赏网络上的一个写农照片 然后解说理念 然后去让孩子们发挥来自己创意 然后接下来我们大家就花了一节课时间 做说明 然后在一节课时间 让我们去做那个草稿草图的部分 那接下来就是 让他们可以把这个草图 扫描成那个点证图 然后接下来再进入到 Inkscape的向上固图软体 把它转成那个向上图这样子 那接下来就是转换格式 然后再转到RD的一些软体 那可以把它储存出来 那接下来就是 我们要做小夜灯 但是我们还是没有这个概念 所以我们会先上网找这个 小夜灯影片 然后让他们记录一下 他们在影片中出现过哪些材料 那请孩子们记录下来之后 然后他们会写成一张小笔记 那接下来我就是直接带他们到 我经厂去挑选他们所 记录下来这些材料 那我也实际在挑选过程当中 顺便跟他们介绍这些材料的 那个规格 还有他一些使用方法 然后接下来就是板材的部分 我就直接带他们去 木柏货上面去 直接去做网购的部分 让他们体验一下成交网购 然后就直接在上面下单 那我们既然这个东西是要贩售的 所以我们希望孩子能够了解说 我们的这个 我们商品要贩卖的时候 我们要考量一下我们的售价要多少 那我们的竞价多少 我们的成本多少 所以用简单 ECL文书软体 让他们去简单的公式 去据分出自己的竞价的单价成本 然后顺便也了解一下 坊金这小夜灯卖的这价钱 那让我们这也卖东西也不要太贵 再来就是除了材料成本以外 还有什么 哪些是看不到成本 比如说人力成本 时间成本 还有一些其他的看不到的 还有一些物品损好的成本 那接下来就是让他们去做产出的动作 那产出就是 就是那个点这组进去之后 还要还要去把一些不要的杂点给去掉 那接下来就是反复测试之后确定OK 就开始去做切割动作 那因为我们班人数比较少 所以基本上我们班是六个人都下去 那如果是人数都班 可能就是用分锁方式去做切割 甚至因为我们需要只有一台雷切机 所以我甚至把孩子们直接带到 我们附近的科技中心 那边有好几台 就可以一次去做大量的一个切割操作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 因为我们小夜灯有灯条要焊接 所以也当就是教导孩子们焊接的技巧 那简单的电子约线 因为那个小夜灯很简单 就是一个灯条征服器的焊上去 那接下来就是把USB线直接焊到那个灯条上面 那不过后来发现有一种灯条是已经焊好的 所以那时候如果知道这东西 可能会直接买这个传输线 就是已经焊好 那孩子们不用再去做 这比较危险的一个焊接动作 我们这过程是有让他们去做焊接动作 那因为孩子们焊接技巧不是很纯粽 所以其实在焊接完之后发现很多灯条到最后都挂掉了 那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无形的成本都浪费掉了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简单的把那个底座也切出来之后 然后就是让他们去了解白胶如何正确实用 不是紧一大堆啊 可能就是要把涂抹均匀 然后接下来去做焦合 焦合之后再用F甲把它固定住 然后精致一天之后才可以继续做后续的一个处理 那接下来带他们认识一下沙子 那沙子有不同颗粒出现的那个规格 那接下来让他们去做一个涂抹 这个涂抹其实主要就是把那个那个雷切黑黑的部分给他处理掉 然后感觉比较光滑一点 那接下来就让他们认识一下木工漆 然后接下来 那因为我们直接去买回来自己调去调和那个比例 所以就稍微介绍一下 那接下来提醒他们就是那个油漆会伤害皮肤 所以叫他们记得要戴手套 那这就是上完漆之后 那那个上完漆之后那个那个表面会有颗粒粽 所以我们再用那个细一点的沙子再去做抛工 所以让整个产品看起来是品质是比较好一点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商品去做完之后 我们就要去做一个宣传 然后因为我们这是要去贩售的 所以我请他们把那个图同的设计里面写的文导 然后让他们用简单的手机去拍摄 自己把他自己的设计里面给念出来 然后拍摄的过程 那不过因为没有时间让学生去剪辑 所以后来学生自己拍自己的那个里面的说明 那剪辑不会是由我来处理这样 那接下来商品要贩售 那时候我们就需要会有包装 然后我们就去了解一下要怎么去包装 后来我们就是简单的包装指挥 后来我们就直接到那个成果展去做实体的贩售 那接下来实体贩售其实能够贩售量不多 而且我们不可能常常有这种机会 所以我们就想说 我们直接在点数上建设一个粉丝软 那由我来建置 然后把孩子们的账号都设为管理员 那学生就可以自己上架自己的商品 那其实指导学生去制造自己的目录 这就会运用到那个 Office那个Word的那个 那个Word去做版面配置 然后去做定价定价的策略 商品要贩售一定会跟那个客户有互动 所以我就带他们认识一下 如何去做那个客服管理 那因为孩子们第一次当 就是我在模拟做客户的互动的时候 我发现那个学生在聊天都太 太口语化了 那感觉就是没有那个 对客户应有的名号 所以我就带着他们制定了一套 SOB流程 那从一开始跟客户打招呼啊 然后让他们知道我们哪些商品 然后提供我们的汇款资讯 然后接下来就是跟客户确认订单数量 还有跟他留下联络方式 跟寄送地址 然后遇到问题污好一下的时候 就可以互相讨论 或是直接找我来协助 这样子 那有像这种部分 就我会个别再去处理 那接下来就让他们去分组 去做请进列期 那剩下就是让他们利用下课时间 还有那个 那个午休时间 还有晚上时间 让他们自己上去跟客户做互动 我也会定期上去观看 我发现他们跟孩子 跟客户的互动其实还蛮不错 而且我觉得孩子们还蛮有责任感 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商品上面要贩售 所以大家还都还要抢着 去跟客户做回复 这样 那接下来商品的量大的时候 因为我们后来量实在还蛮大的 那个订单就多达200多笔 那所以我们就透过那个 Excel去整理客户的资料 把它整件起来 然后让他们知道说 如果订单少的话 其实还OK 可是订单一多的时候 其实你会乱掉 然后尤其是每个客户的资料 都要确实的Key 那这部分我会让孩子们Key 在Key完之后 我自己还在帮他做一个检查 那接下来商品多的时候 每个要订的商品量 都种类不一样的时候 就会很容易乱掉 所以我就说 刚好学校有个期末 所以我们就用期末 组装一个分类架 然后让他们去做一个 简单的分类跟存放 那以利他们去做分装的动作 那接下来继续了解说 我们要把东西寄出去 那什么样管道最便宜 后来决定就是用邮局的部分 然后我们就去买邮局的便利箱 然后接下来就教他们 如果去书写 那个寄送的那张单子 接下来我就实际 带他们到邮局去做分批的寄送 那寄送完之后 因为孩子们商品 其实品质没有那么好 所以有些客户会反映说 商品一继续就不会发膨胀 后来我们就是跟孩子说 那我们也要所谓的保护服务 所以基本上只要客户有反映 故障的部分 我们都会请他们去做一个 重新寄送新的 让他们了解 就是品质重要性 好 那 以上就是我们的一个部分 那就是我把我把我把这个程哦 把它做成一个 就是我们的一个整个过程 还有一个影片的部分 像这个也是一样 让他们知道说有哪些材料的那个耗材 然后去做一个简单讨计 然后就是把流程 像这个就带到科技中心去做产出 然后焊接 然后测试 那这就是交合 然后再去打磨 然后再上期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做了一个全传影片 然后建设自己的粉丝团 然后就是实体贩售 然后就是我们商品目录 然后学生他们利用时间去跟客户去做互动 这都是真实的跟客户的互动 那接下来就把所有的那个 已出货的未出货的要表示清楚 那白色就是未出货 黄色是已出货 那接下来就是做一个点赞商品分离一下 然后再就是打包 然后再到一个里去出货 那接下来就是做一个收容保护 好 那后来 我们这个义卖还蛮成功的 前天后总共卖10万块 卖就多到 觉得做到来都做不下去了 就变成感觉我这个专业就比较是在做流程记录 对吧 那可能 因为我们比较不上去做一个教案的一个转化 那可能之后再跟客户老师请议 然后再把它慢慢转化成 大家帮我直接去做copy的一个部分 不知道益龙那边有没有要补充的 益龙 好好睡着了 刚好在写东西 好 好 各位老师大家好 那一位可爱老师 其实我们昨天很忙 到今天我还是很忙 那也稍微写一下他的教案 那因为我本身是国中类 刀石类的老师 因为现在戒掉 那其实跟可爱是蛮有合作的一个概念 那从他这一块的一个小夜灯 我就我看 我分享一下 你知道吗 好 有 好 就我这样 又还在写 就我看 我自己的分 我自己在国中的一个 等一下再做一次分享 好 那他的种钢核心的素养里面 因为他其实 因为这个教案 其实他算是一个专题类 专题类的一个教案 他其实可以横跨 非常大的一个像度 其实就奎和他这一块 就我们讨论这一块的小夜灯 就我自己本身是原住民 来看待 第一个 以他刚刚所我们所提的一个叫做 课程上一个架构 第一个他的叫认识图屯 那这里面可以 涵养到他一个本土语言 本土教育的部分 百步舌跟混农组球 什么样结对连结的关系 可以从这一个课程 来做一个一个艺术 来做一个传导 那当然我们这个目的 其实最后的目的 其实脚页跟传导的意思是 我是原住民 我原住民要传达的艺术 就是我的文化艺术的涵养 可能在这个地方 那当然透过这个设计讨论计 设计讨计 其实这是什么 小组互动合作的部分 Escrable是一个系统平台的应用 也是一个 也是在艺术人文领域上面的一个 我们讲工具的使用 就是怎么的 教学生如何去转费图向量图 那在国中的部分 这Escrable它是一个 也是一个工具 那做一个雷切的应用的时候 它是一个很好的转化工具 毕竟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免费软体 它是一个海源软体 当然就从这个Escrable里面 其实它有非常多的一些教学技巧 这设计的教学技巧 那再来就是再来 这份CO2其实雕刻跟切割 其实国小的孩子 他在学雷切来讲 对小孩子说是一个很大的 应该是一个涵养 是一个素养导向的一个 转化课程类 那小孩子对星星科技 其实都充满了一些 非常多的无限想象 那我们像就我们对国中孩子来讲 其实在CO2这样切割来讲 其实会做什么 会做make a code 没有catch的一个 一个课程的一个像盒子 毕竟它是雷切 雷切的一个盒子 雕刻其实可以雕出 他们现在所出现的一个图腾的意识 因为毕竟这个小月灯 其实会跟图腾的点解 会非常有相关 再是孩子自己所汇出的图案来做 那切割这个部分 其实这从这里头 就我自己做课程来说 其实雕刻里面有非常多的一些参数 可以跟学生说明说 这些参数的未来 这些参数可能会对你 在你对图腾来讲 可能会有些问题 或焦黑 不过这些东西牵扯到很大的面向 材料的选择 它是息息相关 那不管是从松木板 从快木板 一直到大自然的一个阵 我们讲大自然这个是什么 就是漂流木 小月灯其实可以从漂流木去做选择 在原住民的一个部落里面 其实木头是他们绝对的关系 那我相信图案在做这个小月灯 其实原住民最大的议题 他的心火相传 其实就是一个灯 照亮大地 照亮世界 就是照亮他的前途 其实小月灯对这个原住民来讲 其实是颇有意义的 因为灯是指向他走向正道 指向一个公平的一个世界 在其工具的使用其实非常多 就我来讲 我其实会跟学生在教学 我们在做课程来讲 做工具小学 其实刚愉耀这边有提到说 要用砂轮 要用手砂子 手砂子又分很多号数 从不管从80号到400号 约上木工来讲 你到400号就差不多了 又到1000号就太细 原本上我们叫孩子做抛光 抛光其实是可以提升 他产品的一个性质 再来就是这里面 我们会用这课程上的体验 其实孩子最喜欢什么 用影片来做一个传导知识 那会软件来讲 其实可以从TeenCat 从AutoCat 或者从123D 这里面最简极的简易 可以怎样去导向 他在做盒子 那个小叶灯的底柱 可以来这样去做一个设计 那孩子做平面的 坦白说 他不会有感觉 你让他去做立体的时候 他感觉就来了 转化一下2D变3D 3D变2D 其实孩子这个地方来讲 可以找他空间的概念的转化 再来雷切的里面 当然这些都是用比较 危险性比较大的 像雷切的安全性质上面 安全上会有疑虑 就是雷切的安全讲习是很重要 要怎么去操作它 使用它 哪个地方不可以靠近它 那我们在国小中 不会教孩子雷切 哪边雷切的整个完整的一个 安全性 不能碰的地方 我们就跟孩子想说 你就不要碰那里就对了 那为什么不要碰 那基本上的解释 还是要跟他说 那汉阶部分来讲 电锣铁其实这个东西 对国小生 坦白说它是一点难度 不过就我在对国中 对高纸来讲 其实我都喜欢用什么 用模具 用自制模具 教孩子怎么去做模具 来让你的汉阶技巧可以提升 很多都是要都靠模具 其实我在做教学来讲 我都是靠一些模具 让孩子可以快速的学习 那汉阶来讲 其实不管是透过 好像没有老花眼那种 放大镜 拿鱷鱼夹 我们都会拿来使用 不过电路铁这个安全操作 汉阶部分这个技巧 其实学生在学习的部分当中 是一个比较层面比较广一点 还要花很多时间 就我自己带最小课 最小每次常去带属席 每次家长都考验我的难度 都会丢中班学生 跟幼稚园最大班的来学 不过我都是透过什么 分组的做学习来带他 不过我不会让孩子 这种小班的孩子碰这个部分 或多大班的孩子 不过我会带着他说 我跟你讲这个很烫 那会带他稍微 我一边带着他 一边带来做 让他提升他的一些兴趣 那电路铁保养是最后 其实很多孩子 不管在国中的孩子里面 他最后对电路铁的保养 坦白说不太不太行 不太行 这部分 好 再来文化的意识 我这边来讲 原住民艺术来讲 其实小艺登奇跟原住民的艺术 可以做极忌度的连结 这部分 这到时候跟葵安会 再做修正的部分 这边来讲 好 系统米来讲 其实可以讲很多 因为他跟资讯交易结合 刚刚从葵安我们从讨论到 其实我们的方向性 之后会再说 因为资讯交易 他也很广 因为也是要推展的部分 毕竟他是国小 国小生 那国小生来讲 他还是着重在 很多的资讯交易 因为我们这套课程 其实又结合了资议 又结合了科艺 坦白说这次面向蛮广的 我们会跟葵安 再去做修正这个部分 那修到就是 这课程一看到 马上就可以即刻使用 来大家做一个分享 以上是我大概 做一个补充 谢谢 严老师 麻烦您 谢谢 好 谢谢易隆老师的 补充说明 那我整理看起来 其实教案的设计 没有说 一定要符合 什么样的教学设计 那我是觉得符合 我们老师 现场老师的需要 最重要 那不同的都市 不同的城市 不同的教学目标 其实会有不同的一个教学设计的内涵 那刚刚 其实我亏一下台评好了 那个台评都谈太多那种平良啊什么的 其实我常常 我有些学生都会觉得 他们听完了都很想睡觉 那就是我们 我们在大学端上课 其实谈这些 很容易就被学生吐槽 以前的学生都不敢 那现在学生都会吐槽我 所以其实怎么贴近真实的老师的教学需要 其实应该是我们 也是我们这个教案的一个 共备的一个方向 好 那我从我的角度来看 那奎安老师跟益隆老师 那这个教案其实是一个很好的 我老师说 我的感觉是比较偏向深刻的一个教案的一个方向 那从知科或从科艺的角度来看 那108科钢比较强调的是学习表现 比较我们比较少从学习内容方面去着手来设计 那小夜灯本身其实还有很多可以 应该还是有很多创意的发展的方向 那我从那个YouTube的影片看起来 那这个会比较强调是 因为为了后面的一个义卖 那所以呢会变成比较像是一些工具的使用 然后一个生产的过程 然后各种材料的加工 那这个部分会比较多 那如果从资讯 资讯科学或是科艺的学习内容来看 大概就是在义卖的过程所产生的一些成本的分析 那销售的管理这个部分会跟科艺比较有关 那如果它是真的可以解决就是我们实际上区域性的一个教学目标的设计的需求的话 那其实它还是一个很好的设计 那我提供一个想法 其实我去年就是采取我那个司马库斯的学生 因为我有学生在司马库斯那个实习 然后结果我开了十年的车子挂在那个 那个渔岛观景台 然后结果脱掉车掉回来平地花了快一万块 那为了去看一个实习生就换了一台车 还不错 那我买这车之后 我第二次就是去年9月再去 其实我发现其实偏乡地区 其实他们的车不会比我们差 他们车还是蛮好的 那我那时候有跟学生讨论过 那他可以在他的资讯课里面去讨论 这些现在新的车子都有很多的这种智慧的设计 那其中包含就是 其实我开的是Toyota 那他们的车灯 其实我发现好几个 那个司马库斯的那个住民里面的车子都有这个功能 车灯会自动 他们会自动进隧道就会开灯 那其实这个功能跟小夜灯是很接近的 那我们从小夜灯本身的原理去思考 那在生活当中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的应用的情境 那这个比较能够把我们原来的小夜灯的设计 然后带到比较探究 比较问题解决 然后更深一层的学习 那这也许是一个思考的方向 那其实车子还有很多 就自动刹车或者是侦测 碰撞侦测这些 其实它是加了很多的感应器 那我只是特别针对小夜灯是否可以解决其他的问题 那其实从比较科技面 比较知科面来看有没有可能 那我第一个想到就是 如果我们设计一个主题 就是让学生骑的脚踏车 跟真实的我们开的车一样 具备有到了比较暗的地方 那它前面的灯就会自动开启 那设计这样的一个主题 让学生来学的话 那也许这样的课程 那就有达到小夜灯的探究 然后并且整合到他们生活 并且有创新跟改造他们的一个生活上面的一个问题的一个学习的一个目标 那这是一个简单的建议 那时间关系我们就继续 来开屏 好 那我们有请下一组的伙伴 就是我们赵青老师 OK 赵青是压轴 谢谢 现在我压力很大 老师 我觉得我现在压力超大的 我要先分享一下画面 谢谢 好 呃 呃 呃 袁老师 好 各位老师 大家晚安 压轴其实压力很大 那我这边其实就是这个课程呢 呃 其实我是我这一学期呃 边做边修正啊 那所以其实我教案 呃 完整的教案 我到最后还没有产出 因为觉得在上的过程中一直在做修正 那我这个设计理念就是很简单 因为我们学校就是 呃 六年级 他们这是呃 在六年级实施 那我们六年级的学生 他们今年有多了一个食欲的课程 那食欲的课程呢 我就很单纯的联想到就是例如我们去把握公司点餐 我们会有个点餐机 或者是我们学校附近的像那些麦当劳都更新了一个点餐机 那我们如果带学生去认识这个点餐机的设计原理 然后再带学生来试做一下 那当然中间有他们去设计发想一下 好 那我核心素养这个部分我就先大概介绍就是我们是想说他可以利用科技执行应用的基本素养然后理解然后去了解这些的意义跟影响 好那我这个先这个 那他实际上就是用资讯科技与他人合作产出想法 因为在这一堂课我试着让他们去做带资讯科技做分组 然后去做讨论 然后去激发他们的一些想法的部分 好 学习表现的部分就是我希望他们能够应用资讯科技与他人合作讨论 然后构想要创作作品 那这个其实都最后因为停课作品没有做出来 学习内容这部分就是利用图像车用MakerCode里面的图像程式设计去做基本的功能操作 然后去他们做跟控制板连结 去做程式的设计 那这个点餐机我原本的规划就是8到10节的课程 那我这一学期在带学生进行资讯科的时候 其实我很要求他们要先把流程 就是这个程式的流程架构图先做出来 先去了解一下就是说 我们这个程式的流程是怎样 你在设计中才不会有缺失 然后漏洞漏西的 那这个架构图做完之后 我们才开始进行做程式设计 那其实到小朋友一开始写的 我们架构图都是会有缺弱 然后他们在做程式设计 就会发生出问题 然后我们就再回来去修架构图 然后最后再做程式设计 就是这样一个循环 那我这一节课就是两人一组 然后利用国可持论去进行佼佼作业 然后他们在架构图的共资 利用两人共作的部分 所以我们我就让他们利用Google简报去做协作 去协作这个架构图 然后两人一起来做程式设计的部分 那第一个就是说 我这个课程是紧接在我教完Microbee的广播功能 教完之后 其实我就有尝试的那么去想说 在这个Microbee的广播功能 你去想想看 你跟同学两个讨论 看看说 我这个功能还可以做哪些应用 那我就是利用Jambo去收集学生想法 那学生就天马行空的一直写了一大堆上去 你有任何想法你就可以把它写上去 那有时候就会发现 小朋友写的我听不懂 我看不懂他在说什么 那所以我的下一节课就是说 你来说明一下 你们的这些想法到底是要做什么 那有些小朋友就写的 讲完之后 其实我觉得他很有想法 只是他在叙述上可能就是会比较 不清楚 例如 这个玩俄罗斯方块 他可能想的就是说 有点像对战的方式 那我会觉得说 好我们想法很好 那我们要结合到就是说 我们能不能把它实做出来 所以我们就后面开始 让小朋友进行一个简单的分类讨论 你这个是不是就是把 麦克服传书 例如你传一个爱心过去 传一个什么符号回来 就是把他们做一个简单的去拖拉 做分类 那分类之后这边 请在说明的部分就是说 这一块就是我觉得 小朋友你写的我看不懂 那看不懂的部分 我请你说明 那说明完 大家觉得不错的 我们就会请他 他讲的方案我听懂了 而且是觉得我们可以试试看的 就把它拉上去 那觉得他讲的是天马行空的 例如有些小朋友 他就会写说 比较我喜欢玩电玩的 电动玩具的小朋友 他就说我可以做外挂 我可以做 例如城市的外挂 我可以去海客别人的电脑 这就是说 你觉得这是麦克服 比我们这个主题所需要的吗 所以其实在这边 我觉得我在上的过程中 我很难去 去让小朋友收敛 去引起他们讨论的一些具体内容 所以这边我就会花比较多时间 在做这个部分 好 那这个想法做完之后 好 慢慢聚焦到就是说 因为他们在之前 其实就前面就讲到点餐机 那我们就开始要有这个方式去做 那我们就开始设计就是说 麦当劳点餐机 大概长这个样子 那他的做法 我们就开始让他去讨论 你在麦当劳点餐 你的流程大概是怎样 那以及 我在拜货 百货公司点完站之后 他会给你一个取餐器 那他你想想看他们的流程是怎样 他就会开始让小朋友去设计流程 那这个流程部分 其实我会从以前 就是我一开始在上麦克服 基础的时候就会开始介绍 那这个让他们从简单的开始 这样做起 然后当然在测验的时候 我有时候一开始我就说 好那我要加一个随机取数 那我要摆哪里 所以这个部分我就是 一种就是让他们去做 那我在做简单的测验的时候 就是说一开始我会取一个 那你觉得他可以放到哪边去 那小朋友就去做摆放的部分 好 那接下来开始做流程 就是这个是最后的成果 因为这个过程我就没有收集到 就是说他们会把它分成顾客端 就是还有柜台端 然后他们这个就慢慢伸出来 就是慢慢把下面的结果去伸出来 那有些就写的很简单 那有些就开始越来越多 例如他觉得说顾客那我要点餐 那点餐完之后我要传讯息给柜台 那柜台就会收到我是一号餐 二号餐三号餐 那收到之后柜台你要跟顾客说 我有说到 不然顾客不知道他有没有收到 小朋友就说 对我要跟顾客想 就在他们讨论过程中 那我收到讯息 我要去显示什么 好那柜台收到餐点之后 他们就要开始去做餐啊 这些过程就由让小朋友去进行 讨论的过程中去慢慢去聚焦 那当然有些他们在讨论的过程中 常常就会卡卡关了 那卡关的时候 其实我就会简单提醒一两个 我就是我让他们全部 我就提醒一个 你觉得例如顾客点完餐之后 他怎么知道柜台有没有收到了 那我觉得他们就开始把下面伸出来 好就是这个流程 那进行流程完之后我们就开始做程式设计 那这部分我大概分三先做上面 好那程式设计的部分呢 我在实体课程 我是用bit designer 这个我用这个原因就是以前上 Maker code用线上的时候 常常会遇到他的更新 他那个更新之后 常常会一台电一间电脑就是就是 莫名其妙就有两三台没办法更新成功 就一直没办法使用 所以我在实体课就在学校电脑教育三课之后 我会选择用bit design 这样会让课程顺利的进行 那后来因为停课了 我就用Maker code那么去做 线上编辑并交交作业 好那这是我这个部分 那在评量部分 其实我这个学习就是架构图 也是为一个评量重点 就是说你要先把架构图做完 然后你再来做程式设计 那程式设计你有问题卡关 是不是你的架构图 除了问题 哪个流程没有做好 好那做完之后 学生就会把他实作的内容 当然第一个能够在模拟器上测试先测试 然后接着传到microbeat操作 然后操作给我看 那这个就是需要两个两个一组 一个模拟 他当作他是顾客 一个当作他是柜台 然后接着两个再交换 好那后来做到最后 其实到停课前 我觉得他们只完成一半 就是说他们一开始做很大 那很多学生做到一半都卡关 就是在那边传讯息 传过来传过去 小朋友觉得有点乱掉了 好那这个部分 我们就开始慢慢去修改 把它缩小 那学生就是想把后面 就是很天马天空 他们想要加什么加什么 就有点难聚焦 那所以在这一个部分我花比较多的时间 去那么去讨论 去把这个过程聚焦下来 那当然大家今年都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停课不停学 像高雄市是直接停到暑假了 所以也没有回来了 那我后半段就是我们的教学过程中 我的麦库比 第一个是学校的 那后面会用到扩充版的部分 就是都在学校 那学生就完全没办法验证 他们写的程式 有没有OK 那就是在停课不停学的部分 会遇到这样子的问题 好那就是我简单分享一下 我的教案 大概就这样 谢谢 李老师麻烦您 好 谢谢赵新老师 赵新你是在高雄吗 对不对 对 高雄不是有发 凯比机器人跟Webbit 因为我们学校 我算新调到这间学校 那时候课程就是从头来 所以我是先从我熟悉的麦库比做 那凯比我有做 就是例如有点像社团 那时候简单的做一些 我们结合我们学校的双语课程 去做双语部分 英语部分的课程设计 OK 好 那刚刚赵新老师报告 那完整的 整个之一的课程的设计 那包含到一开始的 使用的这样的一个 我们讲就是我们运算思维 那先用设计思考的方式 然后让学生去思考他需要什么样的功能 然后接着介绍了整个结构跟流程 那还有整个程式的基本的概念 然后后来用麦库比特去做实作 那让学生做一些专题的一个发想 那后来因为那个疫情关系 后来实作部分没有成功 那从我的角度来看 麦库比特他其实要做点餐机 可能本身麦库比特的单独的板子 应该是没办法达成 所以一定要有扣充板的部分 那我会提到凯比机器人是因为 因为我上次去高雄 他们不过那可能是国中端 那那个有用凯比机器人 那主题就是点餐机 那好多的学生的参与的都非常有创意 但是他们的角度切入是点餐服务 不一定是点餐机 它是点餐服务 所以它有可能是包含 因为它把凯比机器人融合进来 那是从一开始的如何做对话 那就那部分就开始有 那我刚刚有看一下那个立贴上面的 其实学生在点餐的功能上 应该不会局限在机器 而是应该是整个点餐的流程 所以可能如果稍微放大一点 那探究的可能性就会更多 那不过赵清老师的设计已经蛮完整的 那整个就是我的感觉上 就是以国小学生来讲 可能会觉得比较没那么有趣 就是会最后可能会局限在 因为使用microbit 然后就变成介绍他的一个愈发指令 然后他受限他的功能 然后没有办法实现他们的想法 所以后来可能会卡在那个地方 那所以这个部分 也许我们要从工具的角度去思考 怎么让这个交案设计可以更 不受那个限制 但是整个完整来讲 包括评量 包括设计 包括教学的内容 其实都已经设计的蛮好的 那简单到这里 台北交给你 我想要先说赵清老师的 然后最后我要回应一下葵汉老师 对 然后我赵清老师的那个 我做了几个笔记 第一个就是我觉得他教学目标很明确 第二个就是教学策略很清晰 从发散收敛聚聚焦分群 这几个策略我觉得很明确 第三个就是说他的评量规划也是很清晰的 所以我刚刚目标策略跟评量 我整个去很详细的看赵清老师的设计 我严老师对不起 我很喜欢 然后我觉得赵清老师他有一个很上位的概念 就是他是在教运算师 我也没有错 可是严老师讲的很有道理 就是说如果要吸引小学生 可能要有一些给西 但是凭良心说 就是赵清老师 我觉得他这个叫做开水白菜 就是他用一个microbeat 让各县市 非三非四 城乡差距等都能够推广使用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来做微课程的话 30片microbeat 他可以上山下海 他可以设备表演 我觉得都是相对来说 是可以给各县市参考 那因为赵清老师 他这一次推出来的尺寸 刚好是微课程这种尺寸 所以可能对于我 我们如果是非资科老师来看 举例 资科老师来看 可能就是开水白菜 那非资科老师 他可能刚进来 他要找一个 比较能够进课堂 真正落实的 我觉得从赵清老师的设计 是很适合的 那赵清老师 这个是我诚心的想法 这样子 然后所以就回到 葵安老师的部分 回到葵安老师的部分 就是我可能还是 必须肯托葵安老师 在7月份的时候 在众多目标当中 先挑一个来诠释清楚 像刚刚赵清老师 还蛮明确的一个目标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葵安老师其实有评量表 刚刚真的是散蛮快的 因为我有看到他有评量表 这个部分也帮我们 挑一个讲清楚 然后因为 葵安老师你的目标比较多 所以策略就看起来 是比较多元 那我们就希望是 瘦身成为像赵清老师 这个尺寸 对微课程推广的时候 现场的老师 他比较能够聚焦 您要的东西 这样子 这个是我在听 葵安老师的分享 因为上一次 上一次 葵安老师的分享 就蛮聚焦的 就是他 就那个路线 从设计策略到平衡 他的那个路线 是比较聚焦 然后这一次的教案 是比较大 所以我知道葵安老师 他的设计是可以 通常都比较聚焦的 那这一次突然拉了一个 大套餐出来 我在想说 作为一个微课程来说 其他学校的老师 可能不太容易 直接选用或取用 这样子 好 以上是我今天的回馈跟分享 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听听看 现场师长的一些回应 刚好四种教学都蛮有特色的 所以也听听师长们 听完四种之后 有分组教室有照相 有 对 好 如果没有也要跟大家说晚安 我不晓得你们刚刚有没有开镜头 大家分组就是有开镜头 你说大头的镜头 历程中你应该有拍 有历程有 好来 那我们就开一个 财艇要让大家都开一下 因为你刚刚漏掉了 方便的话就开了 不勉强 好开镜头吧 那也认识一下大家 因为国家组伙伴 比较少见到 那志庭老师 季达老师 跟那个应该是 仪惠老师 仪惠老师应该是 没有在线上 好 哎呀我自己没开 九星黑老师 你自己没开 有有有 开了 好 志庭老师 你在一个黑暗的里面 对啊 被我们吓到 陷入黑暗之中 我女儿在睡觉 你没有像刚刚的 那是把女儿抱出来 然后跟大家 制造我们一些欢乐 看着别人的小朋友 就很可爱 自己可能就累得要 开玩笑 这个是甜蜜的负担 好 那台湾OK了吗 OK 谢谢 好 我们四组都很有料 有有有有 我们目前其他各组都完成了 就是剩下这一组 好 好 那欣悦你帮我们 conclusion一下 没有没有 因为我只有听后半的一点点而已 这可能还是由 荣泉教授 当然我们特别谢谢 荣泉教授的指导 不好意思 因为 为了大家的需求 有跟荣泉老师拜托 他觉得 哇 这人这么老色 来给你们指导 有这么多一些 黑暗的潜规则 没有 谢谢荣泉老师的包容 愿意带着大家一起成长 在这里真的是特别感谢 那也谢谢大家愿意去分享 我在这里也期待 我们透过这样一个分享以后 那大家能不能有一个 彼此互相回馈 主动的来回馈 我们先做一个示范 将来我们再能够带动其他的伙伴 能够去参与回馈 或能够 当然最后能够出来分享会更好 这个是一个期待 那我们希望我们资讯科技 或是说国小的团队里面 或是国小的教师群里面 大家能够有这样一个 共备的一个氛围 能够营造起来 这是一个文化 好 那就接下来在主事段 还是交给台评 好 那今天晚上已经10点15分了 我刚刚要给奎汉老师的回馈 少讲了一句话 叫做 这个 笨蛋讲道理 高手说故事 我觉得奎汉老师的教案 一开始从 百步蛇 布农族切入 真的是高手讲故事 那 坦白说 我刚刚看到奎汉老师的教案 我第一个就是 那百步蛇也出现在布农族 也出现在排湾族 那到底意思有什么不一样 是不是这个教案 引起我很有兴趣的地方 我说真的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刚刚田 那个 逸龙老师在讲 对 逸龙老师在讲这个百步蛇的时候 我瞬间惊醒说 哎呀 这个文化的地方 是很有底蕴的 如果从这里出发 让孩子们去诠释 自己身为布农族的孩子 到底这个百步蛇 或是布农族的图腾对我们这个家乡 跟我们这个族群的文化的意涵是什么 我觉得高手说故事 后面就畅通了 所以这个是我刚刚在听 奎汉老师的那个 那个教案的时候 最引我兴趣的地方 以上 我觉得很适合当做今晚非常感性的据点 各位市长们 晚安 谢谢荣泉老师 谢谢各位伙伴 还是一个习惯了 就是我们就可以没有问题就可以下线了 有问题就留下来 一分钟没有人 台评就会应该是close掉了 你的录影还没停 谢谢颜老师 拜拜 谢谢颜老师 谢谢台评老师 谢谢欣悦老师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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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悦你还要讨论那个吗 讨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